最近个税改革面向全国的意见征集结束了 听说一共收上了13万条意见 可见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热情有多高涨 我看了一下讨论点主要集中在起真点和专项附加扣除这两个维度上 我们先来看一下起真点 这次国家上调到了5000块钱 我看绝大多数老百姓是认可的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上调的还不够 起真点应该在8000以上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像在一二线城市一个月挣五六千 应该算是困难户了 除去吃饭和交房租甚不下杀了 搞不好还有饥荒还要再交税 确实有些不近人情 但是还有更不近人情的 有些学者认为起真点还是应该按3500 不应该上调到5000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不应该把个税边缘化要覆盖到绝大多数人群 巴拉巴拉说一大堆 你说这气人不气人 我想对这位学者同志说 别老呆在屋里看书了 也别老天天飞来飞去了 到处演讲上电视 有时间到民间体察一下民情 经济学是用来精势之用 为人民服务的 要说这学者就是不如企业家聪明 你看人家董明珠 许家印说的是啥 他们一致认为起真点应该上调到1万或者是2万 老百姓听了这多高兴啊 都迅速录转粉了 当然他们这么说也是有一定的利益诉求的 老百姓有钱了就可以增加消费 扩大内需 他们就可以多卖房子 多卖空调了嘛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专项附加扣除项 什么叫专项附加扣除项呢 就是在工资里面先扣除一些费用 再交隔税 之前工资里面只有公积金和社保 是先扣除不计隔税的 这次隔税改革之后啊 能抵扣隔税的项目就更多了 比方说像子女教育啊 继续教育的费用啊 大病支出啊 房贷房租等等 以后可能都可以用来抵扣隔税了 这个事情我特别认可 因为可以为老百姓减负嘛 肯定是个好事 甚至还有专家提出 要把赡养老人和照顾婴儿的费用 也都加进来 这个我也特别认可 因为这一条有利于 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是也有单身人士认为 这是在歧视单身 在变相的征收单身税啊 这我得说两句啊 这怪谁 谁让你不找对象 你单身你活该 这个在这也是开个玩笑啊 其实这个事情大家要换位思考 有家庭的啊 尤其是有二孩的 确实要比单身的 在某些方面支出要多得多 负担也比较重 他们能享受一定程度的减免 也是合情合理的